你 你 我心悦你 你好大的胆子 谁准你在此停留了 又是谁 准你翻阅我的书籍了 把书拿开 你 殿下 奴婢 一时莽撞 请殿下恕罪 是袁公公 让奴婢在叙事之前离开 未料到殿下会提前回来 是奴婢冲撞殿下 请殿下任意责罚 那么 我该如何罚你呢 你既然识字 那么就留在我这儿 帮我整理书籍 殿下 殿下 奴婢是尚识局的工婢 这样不合理治 哪儿 就是说 苓世的工婢 那你再问我 你不可以 有什么情况 有什么情况 手下 你不 stop 就说话 这点 有什么情况 因为 殿下便将怨气发泄在我的身上 我想殿下应该清楚 我为你所做的一切 并非一个奴婢 会为主人去做的 你 我心愿你 我为你所做的 是一个女子 为清末的男子去做的 为了让殿下高兴 为了让殿下高兴 我可以忍耐失落 甚至心痛 劝说您去见太孙妃 可是您 却将我整理的书籍 就这般气弱碧履 殿下丢的并不是书 而是我的心 您竟敢通过这般讲话 殿下 您用主人 对待奴婢的方式 对待我 那从今以后 我也会用奴婢 对待主人的方式 对待您 对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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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